华尔街日报 中国人民行下调存准率 注入资金活水支撑经济 中国人民行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率 0.5个百分比 释出了1.2兆人民币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 金融时报 比特币闪崩又狂涨 透露了华尔街情绪摇摆不定 加密货币比特币 最近两个交易日 先是闪崩 暴跌1万美元到 4万2000多美元的价位 次日又大涨 收复到5万美元的关卡 日本经济新闻 南韩批准RCEP2月生效 日韩将下调到零关税 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 南韩已经加入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国内程序 RCEP确定从2022年2月1号 对南韩来生效 日本也将自2月1号开始 把日韩之间的关税税率 调降为零 至于分阶段撤销的关税品类 也将从2月1号开始 第一次的下调 好 好 好 加热 好 我 好